第一个当然我们会需要把这些资料就合并起来 里面当然也许是这个会员的名字 这个会员的地址 那也许将来你要寄给他资料的话 那当然就是把它合并之后 前面有名字后面有地址 那就可以把这个信件利用那个Word里面的合并列印 可以把它完成 那这个首先会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地址怎么合并起来 OK 那个地址合并 当然我们大概不外乎就是几个方法 你就是没有一个VBA的话 最好是什么一键完成 所以一键完成就是按下去 它自动就帮你全部合并起来 比如说这边清除 按下去全部帮你做完 那当然最好 那最好可以按下去 自动帮你合并列印出去好了 这样就更好 按下去全部就一键完成 不过如果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 你就必须先把它合并 那怎么合并呢 如果用旧的方法 大概不外乎就是什么 等于 等于什么东西呢 等于它的邮递区号 在end串接 在end程式 邮递区号 然后程式 在end什么 end路 路一定会有 然后end什么 end断 可是问题来了 段 诶 几段 如果你用几段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会怎么样 如果它有的话 那你就是几 加一个end段这个字 因为要几段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不要去做几段这个叙述 那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做判断 那要怎么判断 你可以从这边加一个end 诶 这边有if有没有 逻辑判断 因为可能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有资料的话 那就是几段 没资料的话 就是什么都不发生 所以这地方的话 要判断什么 判断这里面呢 到底是不是空的 有没有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什么事都不发生 如果它里面有资料的话 那就是几加段 几段 有没有 所以这个逻辑怎么做呢 你这边的话 你可以用if逻辑判断 那我是 因为前面已经有公式 所以如果你之后 它再加到后面的话 记得用前面这个箭头 如果什么 如果它里面的资料 假如是什么呢 等于空的 等于空的 那怎么叙述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 一个函数叫isblank isblank 可是我觉得 那个isblank 问题比较多 就是说可能会造成问题 那个isblank 你可以自己打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 在这边 再加上一个插入函数一下 其他函数里面 你往下找 有一个叫i i的地方 is 直接打is isblank 这个 它判断是不是空白的 然后哪一个是不是空白 这个里面的格子 是不是空白的 按确定 OK 那按确定 因为这个逻辑还没完成 所以我们再按确定 跳回来之后 再插入函数 如果 1 2是空白的话 那我就输出什么 一样是空白 什么事都不做 反之的话呢 就输出什么 这个 串接一个什么 段 几段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 你再打一个end 然后几段 OK 好 按着确定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明明里面是空的 可是为什么后面还有一个段 可是里面又没有东西 特别注意 我刚刚讲到就是说 这个地方 if里面 你除了可以用isblank之外的话 不过isblank有个缺点 有时候会发生错误 什么错误 明明里面是空的 但是 他还判断里面 确实有东西 所以他输出这一个 那不对啊 怎么会这样 后来我发现 isblank有的时候 因为你格式里面 有些看不到的东西 那你 什么叫看 也许是空白 也许是 那里面有些格式存在 他就认为说里面有东西 那怎么办 你会发现 我试过就是 奇怪 这边把它按delete 你会发现断不见了 有没有 Ctrl Z 有没有 到底里面有没有东西 有没有放上去 没有东西啊 怎么会这样 按delete就没事 因为里面有一些 看不到的东西 OK 那所以